有五位民眾到澎湖一間早餐店用餐 因為被隔壁中的男子看了一眼 竟然當街殴打對方 場面非常的混亂 警方到場之後 動手的這一群人還情緒非常激動 最後通通被依法送辦 警方到場幾名男子迅速轉身離開 馬上被原警叫回 警方抓著其中一名男子不放 但他相當不受控制 情緒激動不斷掙扎 一旁有人也上前拉扯 場面相當混亂 五名男子早上六點多到澎湖一間早餐店用餐 因為被別桌男子看了一眼 因此心聲不滿 五個人進群體圍毆他 從店內打到店外 甚至波及旁邊店家 店門口花瓶都被打破 我來這邊吃麵 然後從裡面打打打出來 打到你們這邊 就花盆一些都打壞掉 被打的周信民眾 吸引在店內點餐時 瞄了同在該店用餐的 許信民眾等人一眼 就被其餘同行友人共人圍毆 由於澎湖先前才發生因行車糾紛 當地人慘遭一群遊客包圍痛毆 引發眾人關注 因此澎湖警方一聽到哪裡 又在打架鬧事不敢大意 第一時間到場制止 遏止街頭鬥毆 記得澎湖綜合報導